X8 球头洗刀研磨机 感谢您选购我公司生产的X8 球头洗刀研磨机 本机适用于直径FY6至20范围内各种材质球头洗刀的修磨 研磨精准且快速 操作简单 无需技巧即可轻松研磨 配置台湾师傅制造钻石砂轮 只需两块砂轮即可完成所有工序的研磨 角度精确 寿命长 节省成本 提高使用效益 在操作使用前必须阅读使用手册查验随机附件 加头组一套 六角扳手四个 统加共八值 6 8 10 12 14 16 18 20 设备标配CBN砂轮氧电或选配SD砂轮 拿出机器对机器表面及各部件的防锈油及油剂进行擦干净 检查机器外观质量有无缺陷 产品使用前必须确保使用主电源的安全有效措施 应有牢固的接地装置及保障设备的平衡放置 检查确认机器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应置于零的位置 核实说明书上所需参数电压与主电源提供的使用电压保证相一致 打开开关 置于开的位置 检查电机运转状态 第一步骤 选择砂轮及配件组 一 先确定洗刀韧数材质及韧部外径尺寸 选择适用砂轮更换使用 二 研磨前请先确认洗刀材质 HSS高速钢材质选用CBN砂轮 乌钢材质选用SD砂轮 三 确认洗刀的直径 选择相应的筒夹取出 装入夹头组内 将夹头组洗刀安置在对刀座上 顺时针方向旋转洗刀 拧紧夹头组罗帽 第二步骤 夹头组对刀 一 将洗刀装入筒夹及夹头组后 再与夹头罗帽连接组合 将夹头座组放入对刀座 按刀尖抵触压板 慢旋夹头罗帽完全密接后 顺时针方向向右转定位 洗刀先端插入底部后向右转定位 夹头组向右转到底锁紧 取出时 微微向左边旋转取出 二 夹头固定锯组取出时 请先确认刀刀刃口和固定缺角线需平行 若不平行 需重新调整 第三步骤 调洗刀圆弧 一 调整洗刀的半径 先将拖板用千分尺旋转远离砂轮 将夹头组插入旋转座直推到底 旋转上拖板与下拖板乘90度 慢慢旋转下拖板微调 使洗刀外径慢慢贴着砂轮 记住微调竖直后退两圈 再旋转上拖板 使微调手柄与下拖板微调手柄成一条直线 图慢慢旋转上拖板微调 轻轻抵住砂轮 记住微调竖直后上拖板退两圈 下拖板微调进两圈到中心圆点 这样就调好磨洗刀的圆虎中心 二 旋转座角度调至零位水平 根据洗刀的刀口旋转调侧面板高低 使刀口螺旋与本身螺旋相符合 接着开启砂轮转动拖板修磨圆弧 每次修磨量不要超过0.1毫米 以免刀口发胶退火 一面刀口修磨好了 拔出夹头组旋转180度研磨另外刀口 刀口研磨完长 松开旋转座右侧面螺丝调角度 至3至5度磨刀口的后角 这个角度可随产品不同材质而相应调大小 三 刀口切削槽研磨 把夹头组插住研磨座左右前后调拖板使刀口的中心停留在砂轮的角线上再调拖板的前后距离修磨使两边开槽在中心位置 四 修磨洗刀的淘袭后角 夹头组对准扁方位置 轻推磨后角 拔出夹头组旋转180度修磨第二刀口即完成洗刀之修磨 第四步骤 清洁护理与更换砂轮 一 请使用者于使用前后清理所有基台灰尘铁屑 尤其是研磨接触孔之清理 二 砂轮更换的注意事项 一 松开固定螺丝 打开砂轮保护盖 取下砂轮固定螺丝 二 将砂轮及轴心接触面擦拭干净 新砂轮装入轴心 三 固定螺丝装回 再将固定螺丝锁紧 第五步骤 安全预防措施 一 开机前检查接入电压与电机要求的是否一致 二 机床电源插头 插座上的各处角应紧固可靠 无松动或接触不良现象 三 当发生故障或有不正常声音 应立即拔掉插头 然后进行检查修理 四 一定要在开机后 砂轮停止运转才能离开 外界切断电源应按红色钮 否则机床会无人情况下来运转 最后提示 机器使用中出现一般故障的排除及维修 请与厂家联系或送至指定经销商处进行维修 严禁非专业技术人员随意拆卸 以免造成机器刺激的质量和安全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